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请按赞分享 先开启你的订阅加小铃铛 好分享亲友众福田 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哇热对不对 热爆了 好热 每天都好热 那我们来看一下把握 不是立夏是夏至 好节气 我们小编弄错了 先讲一下夏至 超强转运法 迎接夏天第一波好运 好我们夏天到了 对不对 好热好热 那所以呢大家都喝水 然后呢睡眠要充足 开车慢慢来 不要火气上升 所以脾气要变好一点 否则的话这个火星 加上什么 下个礼拜开始会混乱不堪 为什么 夏至在礼拜一 所以呢你们今天看到 我的节目的时候呢 我要教大家怎么样转运法 好 来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第一个呢最最重要的话 就脾气不要太大 第二个呢多喝水 然后呢什么事情慢慢来 不要太急躁 尤其是开车骑车的朋友们 要特别小心哦 容易发生意外重大车祸 在夏至的时候大家都抢快 尤其最近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车上 路上车比较少 然后呢大家都咻一下就过去了 好请你到路口的时候停看听 好不好停看听 以免呢那个叫路口如虎口 老虎的口 就会让你呢 哇 冲撞很严重 你看最近哦 有很多的大车祸 那海恩老师 前天有做了一篇 你们可以在我的影片上点下去就看得到 好我们先讲讲呢 这个夏至到来呢 中国四大节气之一呢 就是春分 第二个就夏至 夏至现在就是到了 好秋分跟冬至 总共有四大节气 这四大节气呢 夏至是地球对太阳呢 公转最靠近太阳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热 那夏至呢是昼长夜短 就是白天很长 晚上比较短 那想要在夏至得到好运势的话呢 6月21号是节气 这个节呢 跟节数的节是一样的 希望大家呢 这个节要赶快过去 我们最近有什么 就是大家很怕燃疫情嘛 对不对 所以要请大家要小心 那一直到国历的7月8号 好这16天以内呢 你们要做三件事 那三件事呢 只要连续吃7天的开运招财米 好这个招财米呢 就是每天呢 吃一点吃一点就可以了 好你要去买现成的也可以 自己煮也可以 好那这7天呢 请你吃7天的米饭好不好 那如果是7月买的话 不是有那种 三角形的那里面都有饭吗 也可以哦 好 那用香灰呢 要撒在大门口 如果没有香灰也没关系 用那个姜水 就是姜切一切 放在水里面加上酒 姜跟酒撒在门口 撒净好不好 我们在大门口要撒净它 那要吃三种水果 好那这刚才那两样事情做的对不对 还要吃三种水果 是桃花月 桃花月就是人际关系月 好贵人啦 桃花人际啦 都要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月呢 就要吃桃子 那总不能把桃花带回家嘛 对不对 不是 就是那个去弄一棵桃花树在家里种嘛 那我们就吃桃子就可以了 就人际关系会变好 吃李子 桃李满天下 事业也会桃李满天下 那当然就是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都希望有什么 桃李满天下 就是有很多的贵人 好接着下来呢 李子可以带来生生不息的 一连串的桃李满天下的好运 第三种水果是什么呢 现在是葡萄盛产期 对不对 好你看葡萄 整串整串的 那葡萄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越生越多越生越多 就是台湾话说大扒味 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到果实来累的意思 所以呢 吃三种水果不要忘记了 好怎么样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吃桃子 第二个吃李子 第三个要吃葡萄 在这十六天以内选三天来吃就可以 不是天天吃没关系 只要三天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让你呢 这个忘事业果实来累 财源滚滚 那这个呢大财生小财 好除了这个以外呢 当然呢最近疫情的关系很多的行业不是那么好 也很多人在失业当中 那我觉得大家不要气馁 我们先把防疫做好 防疫做好的话呢 只要呢 人数一直在下降的同时呢 我们就会变好运 对不对 那如果你觉得压力很大 就不要每天看电视 因为电视每天都告诉我们 这边死多少人呢 那边又怎么样呢 染疫了多少人呢 我们看到土昏眼花 在这个时候呢需要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最好是什么呢 第一个听音乐 回家以后呢听听音乐啦 看看书啦 或者呢 网路上看看笑话也可以啦 学学唱歌也很好啊 但不要聚集打麻将哦 不可以哦 好 转运法里面最重要的话 要养生 怎么样的养生法呢 喝绿豆汤 一人汤 这两样加起来最好 好 那太阳化季的月份呢 要注意眼睛 所以呢 我们要吃对眼睛有效的叶黄树啊 然后呢 吃绿色的青菜啊 用烫的 也可以 你觉得火气太大 那我们就多喝点水 那不是叫你喝汽水哦 是喝水 好 喝啤酒可以吗 可以 但不能开车 好不好 啤酒可以消暑 喝啤酒呢 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你晚上不出门的话呢 喝点啤酒是很好的 因为啤酒里面呢 它有很多的丰富的那些钙子啊 可以帮助我们的膝盖啊 不会老化 所以呢 其实啤酒算是好食物哦 而且啤酒它是蒸馏过的 很干净的 所以呢 如果你不喜欢喝其他的果子 可以喝啤酒喝一点点 小瓶的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可以转运哦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人呢 就是要抒压嘛 其实有时候呢 你抒压有很多方法嘛 对不对 听音乐啦 睡觉啦 或者呢聊天啦 对不对 老公老婆在旁边聊聊天 那这样不能吵架哦 好 喝喝茶啦 喝茶 喝茶 这个叶黄树啊 而茶树啊 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都会很好 喝茶 喝啤酒 都非常好 好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呢 除了这三种水果以外 少吃肉 好 少吃肉 我不叫你们都要素食 但少吃肉 尽量吃白肉 好不好 尽量吃白肉 那白肉的话就是像鸡肉啦 鸡胸肉啦 或者呢鱼啦 这都叫白肉 好不好 那在转节气的时候 刚才有讲过啊 喝绿豆汤可以消暑 对不对 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肠胃消化 是不是 有时候一紧张呢 那个肠子就会打结 对不对 然后心火就上升 然后脾气又来了 对不对 所以最近看到很多 那些老爸爸老妈妈 他打的 打的针以后呢 就这样走的也有的 那大家就以为是 打的针就这样 所以我要建议大家呢 如果是你有那种 很久的慢性病啦 比如说心脏疾病 血管疾病啦 肝肾啦 洗肾啦 这些人尽量就不要打疫苗了 为什么呢 打了以后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呢 尤其是肺部不好的人 肝脏不好的人 还有呢肾脏不好的人 那如果你有很多的慢性病 那当然还是劝你要小心啦 尤其年纪很大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运呢 要转节气的话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好好地来改善我们的体质 改善体质呢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呢 我们的运势就会变好 然后呢 失去就会更清楚 不要生这个精神 这个耗弱 也不要精神亢奋 那精神耗弱跟精神亢奋 会产生一个急火攻心 或者呢是很颓废 那都不好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中国四大节气的下至到来 这个运呢 我们要赶快转运好不好 非常感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然后按赞跟分享 非常感谢大家 祝福大家呢 如果海外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加到我的微信 或者加到我的FB 也可以加到我的LINE 小老鼠QGC1213O 祝福大家呢 这个下至愉快 然后呢 茶圆广进身体健康一切平安喔 好拜拜